看了那么多教程 为什么还是没有高级千斤的感觉 因为你没有处理到细节点上 像唇舟 胳膊肘 膝盖这些地方 要是黑黑的话 你再怎么努力都和千斤感非常违和 所以今天我就来教各位宝子们 如何从头到脚的快速去米白关节 让你的早日get高级千斤感 首先就是这个唇舟暗沉 很多女孩她的妆非常的精致 但是嘴巴这一圈老是有那种黑黑的小龙毛 就真的很影响整体的精致感 我是好几年前就去把我嘴巴这一圈的小龙毛给去掉的 但因为嘴舟这一块它毕竟还是蛮容易暗沉的嘛 所以我平时也会用一些米白精华啊 去加强一下这个唇部管理 这就是我无意间挖到一款宝藏 它在国内真的就没什么水化 属于一个很小众很小众的了 它在德国真的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虽然是开价产品 但是它的效果是一点都不受大牌的 我看它里面是有添加一些复合型VC的 所以用起来的时候就会比一些圆形VC的产品 更加的稳定更加温和 而且它去色成去暗沉这个效果真的惊为天人 我用了大概20多天吧 我嘴舟这一圈明显就觉得提亮了 它没有那以前那么黄啊 这样你们就在睡前的时候涂在嘴 嘴巴 涂在你们的嘴舟 质地比较薄也是很好吸收的 而且不用担心 它完全不会刺激你们长一些小绒毛啥的 一个月以后要是没效果 你直接回来打我 然后就是我们的身体part 像我们的胳膊肘啊 还有膝盖脚后跟 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了 一旦暗沉黑黑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怎么样都和高级是不搭边的 不过你们肯定也听过 或者是试过这种VC粉啊 我看很多博主都是这样教你们的 把这个VC粉加到身体润里面 再把它混合混合 然后涂在身上 虽然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的 但是它真的氧化变黄 速度极快 你用完没多久以后 你的衣服啊 被子上全是黄的 属于麻剑打的类型 我真的不推荐你们这样用 我还是更建议你们用最原始的方法 磨砂膏加上身体乳就行 用磨砂膏先去角质 在关节处打圈按摩一下 把肺臼的角质给带下来 洗干净以后 直接上米白身体乳就好了 那么看看我的米白身体乳啊 这些都是 身体米白一定要切记 要有耐心的每天多涂一涂 你一个月都涂不到两回 怎么能怪它们没有效果呢 顺便再来擦一擦手 手也是很有讲究的 如果一个女生她的手特别好看 白白嫩嫩的 鲜鲜如嫩鱼 就很像那种从小到大 养尊除幽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大小姐 尤其是指甲边缘这一块 这地方真的很容易暗沉干燥 还会长一些稻刺 我就是很久没有去做眉甲了 所以这一块我也是有一点暗沉的 还是可以先用磨砂刀 去把这一块的角质给去掉 再用指缘油去涂抹一下 这个边缘滋润滋润 不过我都是直接用我的唇油代替的 涂抹在这些地方 平时你们没事看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多涂涂多暗暗 养成人见人爱的漫画手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宝子们 也能在今年夏天悄悄的变白 惊敬所有人哦 爱你们 拜拜